首先呢 像牡羊或水星牡羊的 我們現場的那個 港督夜宇的一姐 就是屬於這個 這種他是不說不快 而且他看到虛偽 或者是虛假事情他一定要講 他不留情的程度是 第一 他不看場合 所以不管那個場合 是就職大典也好 還是國會議堂也好 他也是不管 再來呢 牡羊跟水星牡羊 喜歡講話講到極致 因為他覺得罵人要罵到極致 他不會罵你是一隻豬 他會說你是全世界最糟的豬 要加全世界這個罐子 然後他不會說你很醜 他會說你醜到沒人要 鬼都懶得跟你講話 你那麼醜 而且最厲害的是 他罵完之後呢 他整個氣可以消95%以上 所以他不記 不會再記醜 真的 牡羊座有些 我覺得甄妮姐也是牡羊座 也是有氣直接出來 對 還有可愛的廖慧英老師 也是牡羊座的 妖獸準 很不錯的 那雙子跟水星雙子呢 他們比較擅長的是 悠悠跟冷冷的來一句 就牡羊座大概罵20句 雙子只要罵一句就好 可是他那一句一定最難聽 比如說大家都在想說 那個老闆怎麼怪怪的 是不是剛好更年期還是怎麼樣 他可能就會說 拜託他已經過更年期到老年期 他就會講很難聽的話 就是罵 你現在罵到最大聲的是牡羊座 但是人群正在吵雜的時候 忽然出來一句很冰很冷的話 那個就是雙子 這個就罵到骨髓裡面 對 而且他通常罵的 都是有畫面比較傳神的 譬如說現在有個女的 可能長得很醜 臉畫得很白 大家都說臉畫得很白 他就會說 對啊 半夜駕計程車 是沒有人會停下來的 他可能就會再加一個故事性下去 所以說對於雙子跟水星雙子來講 他罵人一定要傳神 他一定要有流行性 一定要有畫面 而且一定要悠悠冷冷的罵 所以他罵的時候 聲音不一定會很大 但是很恐怖 再來最史上不留情的 就是處女跟水星處女的 處女會 他的罵是第一 他很有邏輯性 所以他的邏輯性是強勢 你怎麼回他 他都可以回你 第二就是你只要終身犯 你只要犯一次錯 就是終身犯錯的 譬如說假設篤林哥 小時候曾經調過一個書包 我是你太太 我是處女座 你要去銀行入帳 我就會說拜託 存者不會掉了吧 小時候書包都會掉 存者應該會掉吧 你要出門買菜 拜託 你小時候書包會掉 買菜也不會掉 你會不會哪天頭也掉了 然後你要帶小孩去上班 拜託 小時候書包掉 那是不是去買菜也會掉 而且頭也會掉 而且小孩也會掉 反正你只是掉了一次書包 但你終身就是一個 會掉東西的核毒力 真的 對 那就是永世不得翻身 永世不得翻身 常常機會教育 在大眾面前要講一次 親戚朋友面前講一次 平常私下講一次 床上講一次 黑酒前講一次 黑酒完還要講一次 反正你就會 終身都有一個陰影在 所以這是它最不留情的地方 當你想要反駁的時候 它就會像錄音機倒轉一樣 就會回到A面的第一手 又重來一次 天啊 所以這個是最不留情 也會讓人家比較崩潰的一點 不過美豬姐 美豬姐故事很多 美豬姐說你爸爸 你爸爸 你爸爸被你 你叫你阿公打你爸爸那一次 打完了之後 你爸爸29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對 然後你媽媽被說成被人造 那那個時候你還小就開始學煮飯 那是怎樣是會 說到你媽媽被人造 因為我媽媽是台北三重的人 第一是我媽媽是北部的人 又是哥仔戲比較 人家覺得戲子無情嘛 那感覺上 我媽媽已經離開我們的鄉下 我是嘉義六角鄉的人 嘉義有一個六腳 我們那個地方好小 很舒服 連那個照相館都沒有 這一家死了一個獨子 還要賣一塊田地來買 沒有多久 她的媳婦跑回台北 以前也沒有電話 大家都說 看到我就說 這她媽媽就從電影跑掉 那伯母怎麼可能29歲 守著這頓小孩好像老對 我阿公阿嬤就很可憐 每天都怕死 阿嬤不去 阿嬤不去 阿嬤 靠到我們都不會好 我們都不會好 不知道 七零產物 我們大概經過一年的過年 我媽媽回去 才拿了一件新的衣服 要給我過年穿 她就說 她現在要幫我阿公 把我們拉拔長大 她不會背叛我們 我們一直說 媽 妳會不會跟人家跑 她就說不會 所以後來我怎麼辛苦 我媽媽要我怎麼樣 我賺了再多錢都要給我媽媽 就是因為我媽媽當下跟我講說 我不會氣你們兄弟姐妹 像妳是老大 妳要幫媽媽照顧弟弟妹妹 那我去賺錢 所以妳從小就很獨立 從小我就覺得說 一個家 後來我們本來還有一些田地 因為我阿公阿嬤那個時候 很老了 六七十歲 後來說田地很多 結果結果都被人家騙光喔 不是 是有一個人跟我阿公講說 反正 你跟這些田農都處不好了 那要請給我 有時候請來錢 修行還不夠那些工錢 他就說 那你乾脆把它賣掉 那你借給我 我每個月付你利息 你就可以給小孩子念書 那些弟賣掉錢借給他 沒有多久 沒有付多久 我阿公去要錢就口口給他咬 放口給他咬 我覺得好慘喔 那時候一下子從天堂掉到地 後來我就立志說 這麼苦我媽媽一個人 我才六歲 郭美宏五歲 我小妹妹四歲 我那個弟弟才十個月 後來我才小學畢業 我就一直講 我不要念書了 國中都不念了 一進去報名了 而且功課也不錯 我就到台北說 我要幫我媽媽 我想我媽媽很辛苦 我想要做牛 一架去做牛就好 不要將來所有的人都去做牛 我心裡面想我幫我媽 我到台北 可是我在等的時候 正好我在三重埔 那個正義北路 那裡有一個極臨時 我就去看看他 我小孩就很老闆 闆到閃到那裡 電話一條電腦看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就跟我說 你好漂亮喔 你這麼愛看戲你會演嗎 我說我會 我小時候就拍電影 他說真的嗎 你小時候有先拍電影嘛對不對 想了兩天之後我們家的那個電影 就想了答答 我媽媽去聽說找我的 我去聽 他說 美術姐你當時有幾歲 國中嗎 國中 好厲害喔 我就去聽 他說你明天到第一飯店 後面那裡有一個日本宿舍 來那裡拍戲 我就去 後來他就覺得說你會演嗎 小時候不怕不怕電影 會啊 那不是你小時候啦 那是你因為你母羊座 你出來就... 我就跟他講 喔 我 我小時候 我就那個打電影 我現在要來辦電視 對 小時候打電影 你還要搬電視 對 對 小時候打電影 現在要我來辦電視 那你的電視你去摸摸 不是啦 摸電視啦 我不要這樣摸啦 這是演電視 後來他就試試看 第一個 他們有一個戲叫做八美圖 中間有一個丫鬟 就周旋在這八個小姐裡面 很搶戲 我又有拍電影 他們就覺得我很Cue 我就演一個戲 那個製作人好高興說 欸 你有爸爸嗎 我說我沒有爸爸 來 叫我爸爸 我說沒有 我媽媽就沒嫁 我來叫你爸爸 他說你叫乾爹不行 你當我的乾女兒 我說好了 好啦 乾爹 後來那個乾爹 每一個戲都捧我做主角 我就是這樣見面 是我的貴人 來 我們先回到命理上面 請教張聖書老師 老師 什麼命格的人 他的個性真的比較單純 有可能身邊所有的積蓄 財產會被騙光光 就像他拿公一樣 好 我們來看 不過彼族只好有夠公共 真的 好精采 對 只好有夠公共 真的 那我們來看 什麼樣的命盤比較單純 而且在哪方面會被騙 所以我們要從好幾個公位來看 比如說如果財伯宮裡面 比如說像迪姐 你的財伯宮是在紫圍跟破君 對不對 在上面 但像如果財伯宮是天銅加天良 再加火星 三顆都要有 三顆都要有的人 他很容易 其實你看天銅加天狼 這兩顆星是一個很小心 很謹慎 所以他們又很保守 很容易存錢 可是再加上火星 很容易假設他碰到了 炸財極端 一旦被恐嚇了 他真的會嚇壞了 而且會被騙光所有 所以炸財極端最喜歡碰到 這種財伯宮的組合的人 就是說你欠一死人 結果一次就都騙了 所以我們在這一類人 其實他周圍的親人 要特別幫他看好 幫他小心 他就最容易被 哭